全夜我喜欢你 真的是造孽啊 苍天 由于天长而地长 演技步行抢CD一秒 看这位小鲜花是如何把演技综艺变成公费恋爱的 孟杰因为唱歌不好 所以诚意将女主角给了另一位女生 随后孟杰情绪爆发 这个阶段要体现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阶段体现是唱歌 我其实是我的东西是我的 它是我的东西我可以让我 而且我被什么刷下来的 我们才有上音乐就很有所谓 因为我记得我是被刷下来的 所以我不高兴了 之后诚意和老师商量将保送名额给了他 你在声音这一块的条件各个方面都是特别不好的 一唱歌大家其实都是明白的 它非常没有自信 它找不到调音准非常不行 反正直译就是再怎么样 它都是不好了 你来决定吧 你来决定吧 这个免死金牌给孟姊一 给孟姊一 这也就成就了这段念缘的开始 孟姊开始默默地关注诚意 我们诚意跳得可帅了 看到他一人坐在旁边时 孟姊就过去陪他 我都得拌上来 你怎么办 怎么办呀 这手段太娴熟了吧 我仿佛在哪里见过 不是 太武将了 我太武将剧了 不是 你松手 松手啊 为什么 不是 你不知道安全带的原理吗 今天色系也比较大 干嘛 你不会想给我吵CP吗 我傻了 姐真是深暗流量密码 当要搭档练习时 孟姊也是直接出击 找一个搭档 然后背靠背 站直 看着我干嘛 找你啊 为大家发指 看到这里 我就突然想起 郭气凌说的那句话 孟姊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 老想跟你耍人小心眼 但是把老人你看出来 大林子格局小了 人家无非就是想多强点热度 之后 众人开始帮孟姊助攻 倒了一场吵架大戏 然后我们说了几句以后呢 我就真的说不出来 我就生气了 我就走了 然后这里应该也 真的也没办法就走了 孟姊一样一个任务 就是哭嘛 八嘴趴着手 亲我一下 亲我一下 然而程依依就不敢老干部 直男所缝 甚至念起了经 我当时还要整呢 就是我想 你不要加那么多东西 你听人说话 打开你的耳朵 打开你的眼睛 你是学生吗 那老师再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你也不应该跟老师 这么一语气说话 我知道 你的脾气也比较冲动 两个人可能都会有问题 我知道你心情也不好 心情不好 我就觉得你应该 要去调整了 谁都跟你一样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不要这么想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眼看CP组不成 孟姊决定使出绝招 那就是退出录制 生怕话题不够 在林走前 他还勇敢向诚意告白 陈一我喜欢你 陈一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你没搞清什么 没搞清什么 没搞清什么 你真的喜欢我 不会吧 对啊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的东西 你没吓我 你 蒼天啊 真的是造孽 蒼天啊 有一天长的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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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那些假流量带歪了